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猛 今天早上花了220块钱 买了10斤的小龙虾 这个小龙虾我买的是那种青虾 今天咱就做一个蒜蓉小龙虾 看这小龙虾一个个的鲜活凶猛 咱把小龙虾都给它刷洗一下 这个青虾看着确实是比那种红虾要干净一些 看这个都没刷呢 是不是特别的干净 本来呢我是买那种红的小龙虾 这个老板推荐我说 说这个青虾比较肥 比那个红的肥 所以我就信了他买了10斤的小青虾 剪去小龙虾的虾头 扯掉小龙虾的虾线 俗称虾扯 兄弟们我的腰要断了 10斤的小龙虾 整了两个特食 咱把蒜蓉剁得越细越好 准备的佐料 花椒大料香叶姜片洋葱小葱 锅里来点油 油温7成热下入小龙虾 炸个四五分钟炸到表皮酥脆就捞出来 这一大盆 锅里留底油 放入准备好的佐料 把佐料炸黄炸香捞出来 来点黄灯笼辣椒酱 放入一半的蒜蓉 生抽 蚝油 白糖 食饮 食饮 加瓶啤酒 放入小龙虾 这个锅大了就是方便 兄弟们 开锅焖煮十分钟 煤了有十分钟了 下入另一半蒜蓉 略微翻炒一下 好嘞出锅 我发现这个青虾做出来的这个颜色 要比那个红虾的颜色 要浅一点这个红色 不过看着特别的有食欲 先喝后灶 开灶了同志们 蒜香浓郁 这个味道是非常之棒 和那个香辣小龙虾 这味道完全不一样 好 卖龙虾的老板说 这个青虾比较肥 一开始我不相信 大伙看肥不肥 确实比那个小龙虾 红色的小龙虾 要肥呀 红色的小龙虾吃起来 那个肉比较紧实 这个青色的小龙虾 它的肉吃起来更特别的嫩 我是觉得青色的比红色的要好吃 吃起来肉比较肥 这个吃相太丑了 这个吃相太丑了 肉质非常的肥美 而且非常的饱满 兄弟们 吃的真是太过瘾了 这家伙真带劲啊 行了同志们 我这慢慢的剥一会吧 慢慢的吃吧 咱们今天视频到这呗 下期再见咯 拜拜